好 接下來我們馬上要進行的是第九組 第九組這部作品很有趣 很有趣的一個巧合 在這個比賽最開始的時候 大家有介紹到一個公司 這個公司很會做橫向的動作過關遊戲 瑪利亞威爾公司 他們在做完了剛剛那一部奧丁領域之後 他們在Wid平台上面做另外一款遊戲 這款遊戲它的風格不再是所謂繪本童話風格 它是屬於服飾繪、手繪的繪曲風格 完全是不一樣的 完全是兩個不同的風格 可是一樣是很棒的動作玩遊戲 《龍村陣》這部作品是接下來要帶來的主題 那《龍村陣》當中呢 裡面有兩個很重要的一個角色 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也是今天呢 我們第九組的參賽者小杜跟小白要扮演的角色 一個呢是鬼柱 Kitsuke 這個鬼柱呢是一個逃亡的一個少年忍者 然後一開始故事一開始是失憶的 那後來呢 因為在執念跟愛戀的一個雙重原因之下 他就展開了逃鬼之路 而呢在這樣的過程當中 他遇到另外一個人 這個人呢叫做 巴基 摩莫姬 這個角色呢 原本是美農國的名稱班族 是一個很薄薄、調皮、很可愛的一個角色 可是後來卻因為一個意外 他的身體被另外一個靈魂給佔據了 好,所以他就必須要想出《破解之法》 這部作品也是一個非常好的作品 然後後來呢有被移植到其他的平台上面 大家可以去過往看 我們來歡迎第九組的參賽者 小豬跟小白 龍春正 龍春正 龍春彩 龍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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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彈了 好了 今天要在這裏 掌斷線的更 跳 衝九郎 你怎麼會打算 趕快掌握的身體 你們是嗎 熔柳的傳人 因為被夭公室 誰才是最小 壁決勝投 那就來吧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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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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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に行った 呃 frei 要なさい 大家感 scent 就是漂亮 心冷 就是 超難 不要動 平常在一起 才成績在一起 還蠻力有靠的 不要 然後我們以熱烈的掌聲 謝謝地球組小路與小白的演出 然後我們往前再一步 然後轉一圈給大家看我們的衣服的部分 這一次呢其實有很多細節的部分 剛才在舞蹈當中因為動的實在太快了 所以真的沒有看清楚 來我們轉一圈給大家看一下 一二三轉 喔還有很棒的鋪頭 這是日式的假咒的一個改版 好 我們希望你們有很好的成績 也謝謝地球組的參賽者小路以及小白 謝謝你們 謝謝 音效自己做 你知道這是很累的一件事情 打就一定要夠喘的 還要自己配音效 這真的是很專業的一件事情 這個我可能會 都是只有很奇怪的喘息聲而已